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秋年 第五卷 从春秋到战国 第三章 南方崛起 勾剑灭无 勾剑与夫差有什么不同 夫差天真 勾剑残忍 岳王勾剑的名字在华人圈内可谓耳熟能详 尽人皆知 他那卧心尝胆的故事常常被当作励志的案例口口相传 然而这是可疑的 不但左传和国语均无记载 就连司马迁也只说了尝胆 没说卧心 事实上 关于勾剑的可靠史料并不多 左传中只有寥寥几笔 国语的记载便已多疑团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书 吴越春秋更不靠谱 左传国语之后坊间流传的种种故事 包括大名鼎鼎的色情间谍西施 更是民间传说和文学想象 孤妄听之可也 信以为真不行 但可以肯定 勾剑非同凡响 勾剑是第一位岳王 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岳王 因为勾剑之前 岳君并未称王 勾剑之后诸王毫无业绩 从这个意义上讲 岳国的历史就是勾剑的历史 岳国的故事就是勾剑的故事 实际上 勾剑之前的岳国 其历史几乎一片空白 勾剑之前的岳君 在世人眼里也只算小谷土匪 所谓允长之时 与吴王合驴战而相怨伐 不过相互摩擦 就连岳君趁无人伐储之机习无 估计也就是骚扰了一把 所以春秋和左传都只一笔带过 没留下详实的记载 然而 允长去世后 勾剑的亮相就让天下刮目了 亮相是在最理之战 这是勾剑即位后的第一战 也是岳国对吴的第一次胜仗 正是由于这一仗 岳国君主的名字也才得以第一次出现在正史 开始引起中原诸夏的注意 其实这时的岳国根本就不是吴国的对手 刚刚战胜了霸权大国楚的吴王和驴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他之所以趁岳国心丧之机伐岳 大约是想把这些捣乱分子一举剿灭 从此落个清净吧 可惜 河驴看错了人 是的 勾剑根本就不按牌里出牌 前面说过 春秋的战争是两军对垒 列阵而战 像宋湘公那样的 还要遵守规则 讲究礼仪 这种打法 岳军当然不行 勾剑的第一招是先发制人 组织赶死队冲锋陷阵 一再挑战 结果 训练有素的吴军阵营严整 纹丝不动 勾剑便使出第二招 让罪人们在阵前排成三行 每个人都把剑架在脖子上 一起向吴军喊话说 两国军王交战 我等触犯军令 不敢逃避刑罚 仅此自裁谢罪 说完 齐刷刷的集体自杀于吴军阵前 吴军哪里见过这种阵仗 当时就看呆看傻了 岳军趁着吴军发愣 呼呼啦啦冲了过去 吴军猝不及防 当场溃败 稀里糊涂就输了战争 如此狠招 也就勾剑使得出吧 也许 作为弱国和小国 勾剑只能打超限战 但作为礼仪之邦的华夏邦国 再小再弱 恐怕想都不敢想 这是只有心狠手辣之人才做得出的 实际上 勾剑的所谓罪人三行 很可能就像二战后期日本军国主义的神风队员 是真正的赶死队 莫子就说 勾剑训练军队时 为了考验他们的勇猛 故意放火烧船 同时雷鼓命令前进 结果 粤军将士前赴后继赴汤蹈火 死在火里水里的不计其数 莫子距离勾剑时间并不久 他的话应该多少有些根据 勾剑也很懂得恩威并用 在灭无战争中 他是这样带兵的 第一天 三军将士列队完毕 勾剑在军骨声中走到阵前 先将犯罪分子斩首示众 然后宣布父母年迈又没有兄弟的 回家赡养父母 第二天 又杀一批罪犯 然后宣布兄弟数人都在军中的 自己挑选一人回家 第三天 又杀一批罪犯 然后宣布眼睛不好的回家养病 第四天 又杀一批罪犯 然后宣布体力不支智力不高的统统回家 不必报告 第五天 再杀一批罪犯 然后宣布所有自愿留在军中的 如果上了战场 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 本人杀无赦 妻子为妾为奴 于是全军将士 人人都有必死的决心 越国的虎狼之师就是这样练成的 这样看 勾剑在报仇血恨之前 一直对夫差卑躬屈膝 并不奇怪 他把吾都整整围了三年 也不奇怪 拒绝吾国投降 毫不留情的灭国 就更不奇怪 据说 吾王夫差曾派人向勾剑求和 夫差说 当年寡人听从君上宁的命令 没敢断了越国的祭祀 现在能不能也不要毁了毕国的宗庙和设计呢 勾剑却冷笑一声回答说 当年上天把越国赐给吴国 吴国不肯接受 如今寡人又岂敢对抗天命 君上如果需要养老 寡人倒是把地方准备好了 心高气傲的夫差只好自杀 夫差死了 吴国亡了 勾剑要杀的就只有自己人 这一点他的得力助手范李比谁都清楚 于是范李大夫逃离了越国 临走前 范李写信给同事文种大夫说 飞鸟进 梁工藏 绞兔死 走狗烹 先生快走 兔死狗烹 鸟进工藏 最早的出处就在这里 可是文种没有走 果然 做人没有底线的勾剑 送去了自己的配剑 并一脸无耻地对文种大夫说 先生交给寡人伐吴之术一共七种 寡人只用了三种就灭亡了吴国 还有四种在先生手里 要不要到先王那里在自己身上试试 文种也只好自杀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慕志明 这句名言 用在勾剑身上或勾剑的时代 难道果真是应验的? 是 因为李坏越崩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